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征询公众意见 以防止外国干涉加拿大事物 自由党希望听取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包括受影响社区的成员 以决定是否应该效仿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 建立一个登记制度 政府承认外国政府和组织经常试图以明显可见和合法的方式 例如通过外交渠道影响加拿大的政策 官员和民主程序 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为了推进外国政治目标而进行干涉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表示 他们可能雇佣代表他们行事的人 而不披露这些人与外国的关系 要求这些个人向他们试图影响的政府正式注册 可以使此类交易更加透明 如果不遵守 可能会被罚款甚至入狱 马首诺在接受采访时说 事实上外国干预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他说 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的一个建议是 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处 我们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更多的说明 但我们非常期待进行良好的咨询 公共咨询还没有确定日期 预计相在未来几周内开始 据报道 英国最近通过立法制定了外国影响登记方案 强制为外国势力或实体行事的人 申报政治影响活动 否则将面临行事处罚 澳大利亚在四年前出台了 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法案 而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 则从1938年开始实施 马首诺说 外国代理人登记的想法 需要仔细和深思熟虑的研究 以确定他如何适合一项更广泛的战略 确保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 拥有打击外国干涉 网络攻击和其他敌对活动的工具 以及可能通过虚假信息扩散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主义 马首诺说 在政府推进加拿大的打击外国干涉战略的同时 沃大华与世界各地的盟友 通过共享信息和情报以及就最佳做法进行合作 同样重要 他说 这样做有助于帮助加拿大保护它的利益 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司法部今天请求纽约法官撤销 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授予起诉 此举是孟晚舟于2021年9月获释的协议的一部分 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国际僵局 这场僵局给加拿大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留下了持久的伤痕 自这位中国科技后裔在温哥华被捕四年后 美国检察官表示 孟遵守了她的暂缓起诉协议的条款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波克尔尼周四 向纽约东区法官提交了请求 由于没有信息表明孟晚舟在2022年12月1日之前 违反了DPA的任何条款 政府谨慎地提请法官撤销本案中的第三次更新起诉 电视设备制造商华为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现人在本案遭到指控 案件尚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法院审理中 判决日期未定 明年2月7日将召开进度讨论会 美国警方今天的行动在意料之中 为美中关系特别令人忧心的一个插曲画下句点 加拿大上个月新增 1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至5.1% 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 金融及地产等行业公值增加 建筑批发和零售贸易等行业就业下滑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全国11月份的失业率小幅下降至5.1% 统计局表示失业率在三个月内第二次下降 接近6月和7月创下的4.9%的历史低点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发布报告指 包括金融 保险 房地产 租赁和制造业 以及信息 文化和娱乐等在内的许多行业 工作岗位均有增加 与此同时 建筑批发和零售贸易等多个行业工作岗位 则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 全国11月份全职工作人数增加了51,000人 同比增加46万人 兼职就业人数连续第6个月变化不大 但与去年相比减少了91,000个 工资方面 6个月内出现连续第6次增长 本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5.6% 11月份 移民工人的一小时标准工资为32.11亿元 相较过去一年增加了1.7亿元 但官方通货膨胀率为6.9% 这意味着工资增长依然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 本月有更多的加拿大人在工作 但数据报告说 他们中的很多人 因病无法在本月的部分时间工作 统计局表示 11月份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流感 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病例增加的情况 在纳入观察的时段 有6.8%的员工因病或残疾缺勤 不过即使是正常年份 11月份也是请病假的高峰期 但疫情之前 11月份通常会有约5.8%的工人请病假 加拿大Emily Carr艺术级设计大学 计划于明年将新入学的国际学生学费 加价三成即比本学年上升了 5491.35元 现在正在就读的国际学生 在夏年秋季学期开始时 也会面临一成的学费升幅 即要额外缴交1830.45元学费 该校学生会昨日早上11点 在大学正门外举行了一场 反对国际学生学费 急升的抗议活动 在场人士轮流上台发言 高喊教育是人权 并不只是为了富人和白人等口号 来表达对高昂学费的不满 现场也有人举起标语说 国际学生并不是让大学压榨的肥扬 反对学校的计划 Emily Carr大学学生会 董事会成员帕利安 接受访问时表示 约有100人参与了昨天的抗议 他们希望透过示威活动 呼吁学校与BC省府合作 解决目前学校的资助问题 并促请省府每年投入2亿元 到省内专上教育系统之中 帕利安指出 目前省府有政策限制大专院校的学费增幅为 每年上升最多2% 不过该限制只适用于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学费的增幅则没有规管 BC学生联盟在声明中表示 国际学生的学费 已经比本地生贵了4倍 但国际学生同样要面对疫情 以及大门地区高昂生活成本等问题 根据Emily Carr大学网站资料显示 本地学生每年的学费 大约为5434.5元 国际学生的学费则为19385.4元 Emily Carr大学理事会在昨天下午举行会议 并对该计划进行投票决议 学生会原本希望透过召集学生在早上抗议 来要求学校暂缓投票 延后到明年再重新考虑 不过大学理事会昨天会议如常举行 最后计划获得通过 学生会董事会成员帕利安指 该校目前有33%的学生为国际学生 因此计划通过后会有大批学生受到影响 针对加拿大面临的住房供应短缺 政府提出了很多激励措施 包括将老旧或者空置的办公楼改建成住宅 给已经废弃的办公室空间新的活力 然而这种回收重新利用 废物利用的建房方式 为什么在加拿大无法推广呢 对现有建筑物的改造 使其成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建筑 是对现有资源的充分适应性再利用 即使在建筑界这一概念也不陌生 作为适应性再利用的典范 法国卢浮宫就是这样的最佳案例 在北美地区 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的建筑案例 最有名的是加州旧金山的吉拉德利广场 然而这种对建筑物重新利用的趋势 在加拿大并没有被完全流行起来 唯一比较知名的案例是多伦多的酿酒厂区 上述三个例子都是将商业空间 修复转变为新的商业空间的案例 但现在更常见的是将商业空间转变为住宅空间 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国家公寓协会的数据 自2020年以来 通过改建原来商业用途的建筑物变为住宅 已经建造了32,000套公寓 其中2021年创下了21,000套的历史新高 其中包括对7,400套办公室 3,400间工厂 2,850加酒店等的改建 该机构的统计预测 2022年将增加53,000套改建 但在加拿大这样的案例少得多 像现有的办公楼改造成住宅楼听起来很酷 但这并不像更换家具那么简单 建筑物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简单和普通 都是为特定的预期用途而设计的 毕竟在它开始被用于其他领域之前 形式服从功能是建筑师创造的格言 卡尔加里大学建筑规划和景观学院教授 阿尔·贝托表示 通常情况下 尤其是在较小或更多的农村城市 建筑物太旧或结构太不稳定 无法支持适应性再利用的商业案例 在这些情况下 翻新成本太高 相比之下 拆除和重建变得出奇的便宜 在其他情况下 可用库存在空间上不足 在卡尔加里等大城市 空置办公楼的楼板可能太深或不规则 无法支持适应性再利用的商业案例 或者在小城市 建筑物太深或太小的 当动机是创造密集的 混合用途的开发项目和经济适用方式 某些建筑根本无法实现 换句话说 必须将多种因素汇集在移动建筑中 才能改造成最佳的方法 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经济上 或许各级政府需要更多的审视适应性再利用 也许开发人员需要更强大的激励措施 才能使那些不太可行的转换更具有吸引力 在TikTok和Instagram上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 家国TikTok网红 于11月24日周四意外去世 年仅21岁 在他的Instagram上的最后一个帖子中 他的父母写道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 我们善良有爱心美丽的女儿 梅格塔库尔 于2022年11月24日凌晨突然意外去世 帖子没有披露他死因的更多信息 帖子还写道 梅格塔是一位自信而独立的年轻女性 她会被深深的怀念 来自安省布兰普顿的梅格塔 于2019年11月开始在流行的社交媒体上发帖 她以提升自信和身体积极性而闻名 经常在TikTok上发布她跳舞的视频 好的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